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Jump3,今次收到方科同學問這條模式 這條模式有何特別要特意拍這條片來解釋它呢? 其實這款題型在Sert Level中也頗熱門 不過DSE中就不算太熱門了 不論是學校考試還是公開試卷都出得不多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小練習從而生疏 有些同學組織了,隔了一段時間後又忘記了怎樣做 有沒有什麼方法在理解層面上可以永遠去理解它呢? 首先大家要理解這類型的題型,到底是有什麼嚇到你? 一般來說我都會把這款題型叫作故弄懸虛 為什麼我會這樣形容它呢? 大家看看這條題目說什麼 Element X形成為了兩種類的Oxide XO和XO2 它說一模的XO有N那麼多粒的Atoms 這句說話可能就已經嚇到你了 因為無端百次出現了一個Unknown 不過你想一想 我們可不可以計算到這個1Mod XO有多少粒的Atoms? 是可以計算的 這正正就是為什麼我會叫它做故弄懸虛的原因 明明計算到實數都整個Unknown 你就會嚇到 大家都應該知道 1Mod XO等於6.02乘十幾二十三次方 這個叫做Avogadro Consent 這個Consent因為有大塊又長 那麼臉腫 我們通常都會用L這個代數去取代它 如果我真的要計算1Mod XO裡面有多少粒Atoms的話 我們可以用以下這條式 XO1乘2乘L 就等於N 等於N是他所說的 同學就會問 為什麼要乘2 這裡就看你對粒子的身份上是否很清楚 1份的XO裡面其實是由兩份Atoms所組成的 1份X的Atoms 1份O的Atoms 所以當我們有1Mod XO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2Mod XO 分別就是1Mod X和1Mod O 所以我們就要乘2 1就是1Mod XO 乘2就是變成Atom的Mod XO 再乘Avogadro Consent的時候 就變成Atom的粒子數量 不過我們就不會整個實數進去 因為這樣會令到數字很累積 我們就用代數就可以了 這樣方便我們待會目測答案出來 這裡就會是2L等於N 再看它後面說什麼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Atoms in 2Mod XO2 in terms of N 我們真的要計算它出來的時候 將會是2乘3乘L 為什麼會這樣計算呢? 因為1份的XO2裡面有1份的X 2份的O 2Mod XO2的時候 自然裡面有2Mod X 和4Mod Oxygen 這裡合起來就是6Mod Atoms 所以就會有6個L 大家對上面2個L等於N這個概念 擺明XO2裡面Atom的數量 就會是3N那麽多粒 就是這麽簡單 相信大家聽完我這個提解之後 都應該有能力做到以下這兩條題目 大家就可以停了一段片 然後自己試一下再做一做它 在正式解題之前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影片有用的話 記得Like我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鈴鐺 那你就不會收到我任何短片 記得Share給有需要的同學看 還有你也可以Follow我Instagram的帳戶 這個帳戶都會有些題目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上我細節的課堂 就可以去這個網站 DrSeanName.com 按試堂資訊的位置 就可以找一些適合自己的試堂方式 好了 我們正式開始解題了 這個第一條題目 它就說0.5Mod的NO2裡面 有X那麽多粒的Atoms 我們先寫了關於NO2那條色 NO2那條色 我們會說0.5Mod的NO2裡面 其實是有0.5乘以3 那麽多Mod的Atoms 原因是因為1粒的NO2裡面 有3粒的Atoms 1粒N,2粒O 我們再把它乘回L的話 就會等於X 可以把0.5乘以3 1.5L 好了 再把這個關於SO3的條 equation寫出來 SO3就是0.375Mod 那裡面的mode的Atoms要乘回4 原因是因為一粒SO3裡面有4粒的Atoms 0.375乘4的話 就將會是1.5個l 那就等於x,答案就是這麼簡單 看看第二條,第二條題目 它說0.3mol的no裡面有n那麼多粒的molecule 小心,這次的粒子身份上面改變了 molecule是說NO一整體 接著Determine the number of atoms 兩個粒子身份是不同的 這條題目是有trick的 接著是說0.3mol的CO2 我們先寫了NO那條色 0.3不用成了 因為這次我們說0.3mol的molecule 乘回L等於n 就是0.3mol等於n 至於CO2的部分 CO2的部分 0.3之後就要乘回3 因為它這次計算的是atoms 一粒CO2裡面有三粒atoms 一粒C,兩粒O 再乘回L 就會等於0.9個L 相對於上面的0.3L是3倍 所以它就是3N 答案就是這麼簡單 這次的challenge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